飾演員 女友 阿牧 對不起 我那個門可以關一下 阿牧 可以關一下 阿牧 我會關 阿牧在等食大館就會 AU 坐 那請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電台呢 成立二十年 大概就是一個平台的概念 報導一些台灣美好的事物 那去年我們關心家族的傳承 然後這是我們長期支持的企業家 他自己本身已經面臨了 好 我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我叫佐爾曹 那因為我是一個中小企業的經營者 那麼在我們覺得台灣經濟發展的部分 從台灣上好像現在又有很多困難 那麼因為我自己的被關導學就是管理 那去年我委託他們製作的一個節目 就是台灣的這個企業的傳承 那我們就訪問了10個專家學者 從法律 從心理 從各式各樣的面具 企業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做完之後發現 其實台灣企業傳承是很困難的 那這幾年我們又看到一個 台灣社會企業的這個新規 可是台灣社會企業也在社會上 也疑惑十多年 那有的有成效 有的沒有 那有做個小小的 然後那天我去參加龍船跟談 你坐在我後面 然後我看到了你 然後我就想說 欸 你最近在談社會企業嗎 很多很多 然後我們最近又讀到一些報紙的這個 我們很高興政府有委託了 支配的你來參加這個事情 所以就 所以我們製作的這個節目 明明是我們第三集的貴賓 我們是要從這一年的播出 其實是談社會企業的各個面向 我們第一集已經播出了 我們是找了一個馮小大學的載本瑞 載本橋的哥哥來談 他是研究這個社會學的一個招手 談這個 那第二集也快要播出了 是台中的一個許願坊的一個經營者來談 那我們希望這一年的時間 我們來談台灣能不能夠在政府 跟民間的力量運作之下 把社會企業這個概念能夠逐步的升更 變成一個比較有系統的一個做法 對 就是今天麻煩你的人 嗯 那那麼多錢 謝謝 有留一些貢獻 謝謝 謝謝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囉 是 我就像在上節目一樣 是 各位好 我是葉心 歡迎您再次的收聽 瑞便中的企業新共好時代的節目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跟聽眾朋友關注的是 但是在最近所談的社區當中 政府他如果猜你的話 那他定位跟角色到底是什麼 而他又發現了哪些問題呢 很榮幸為各位訪問到的是 行政院政務委員 我們的唐鳳 唐委員 來跟聽眾朋友一起關注 我們歡迎唐委員 唐委員好 大家好 我是唐鳳 是 從最近的一些報導 包括了2月10號 我看到你談到 社會企業跟社會的創新的議題 表示說你很關注這個議題 可是我很好奇 為什麼這麼多的委員當中 您特別關注到社會企業這塊 是 我自己其實以前在創業的時候 我創業了相當多次 那一開始當然創業總是想學些什麼 也想賺錢 但是我越創業到越後來 當然就覺得是說 這整個生態系的建構 包含一些它公益的使命等等 我就越來越在意 我自己參加過的一些 我們叫做自由軟體的這個專案 所謂自由軟體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做一些軟體資訊方面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自己工作的方式 我們把自己工作的過程 甚至我們的原始的小事碼 通通都公開出來 那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看我們工作的過程 而且集思廣益 把我們的作品做得更好 那大家可能有聽過有一個瀏覽器 叫做Firefox 就是火狐 火狐當時就是在微軟的IE 是把市場完全壟斷的時候 它是採取這種 不是跟微軟硬碰硬 而是就是讓大家都能夠公開透明的去參加 這個瀏覽器的開發的方式 做出品質更好的這樣子的一個瀏覽器 那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一個基金會 那這個基金會底下有一個子公司 這個子公司所有的盈餘 一年現在大概也是上百億 西海賓 通通都投入到自由軟體的這個基金會裡面 他們是透過這種 我們跟社會一起生產的方式來做這種瀏覽器 那像這樣子呢 它在自己的首頁上面就說 我們是一家社會企業 所以我在入閣之前其實參與的這些 跨國的自由軟體開放文化的這些社群 大概也都是用社會企業的理念來進行我們的工作 或者是因為您自己本身過往的經驗 可是現在是一個政府的 應該算是官方部門 那你會如何來看待這個角色 是 其實我想我們的社會企業這四個字 其實在台灣在有這四個字以前 台灣就有很多的社會企業了 這二十年來我們看到不管是合作社形態的主婦聯盟 消費合作社 基金會形態的像喜漢兒 或者公司形態的像李仁 這些其實都雖然不敢說是家喻戶曉的品牌 但是其實都有一定的規模 永續發展也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在有這四個字之前 台灣就已經有社會企業的傳統 這四個字之所以會引進 主要當然是當時是馮彥老師 在他擔任政務委員的時候 從英國引進了這樣子一個詞彙叫做社會企業 簡單來講就是先有一個社會使命 然後用商業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那這是好像一把大傘 在這個底下我們就有合作社運動 我們有公平貿易運動 我們有B型企業運動 我們有有努司形態的那個社會型企業運動等等 所以在台灣本來就已經發展得很好 現在等於就是大家共用一個品牌 然後讓社會更能夠了解到說 有這樣一群人在做社會企業的事情 所以當時在馮彥老師的規劃裡面 並不是政府好像馬上立一個法去說 我們就是要培植一種新型態的叫做社會企業 而是讓本來就有社會使命的這些朋友們 能夠透過政府的這個推幅助來 讓大家更看得到他們的存在 主要是這樣 是 那我們知道您自己本身在接任中國人之後 還特別看重這個議題 而且也在台北市特別成立了這樣的一個地域 那我相信一定是有您的一些想法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您跟聽眾朋友 稍微的來談一下 這個社會企業這個組織 跟企業本身還有政府部門之間 要如何的產生一些新的一個可能性 跟合作性好不好 其實我想我們就不用談太空泛的 我們直接進入一個實力來談 會比較容易一點 傳統上就是社會的公益 跟企業的獲利 好像是有時候是彼此抗衡的嘛 那企業常常是賺到一定程度的錢 才會去想說要有企業社會責任 那當然我們現在就是上市資本 而包括一定程度的公司 它要撥一定的錢就出來做社會責任 可是這個呢 對大部分的中小企業來講 可能並不是他們最優先的 很考慮 那在社會企業呢 這個概念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政府的幫手 因為政府的存在 我常開玩笑說 我們行政院就是台灣最大的一個NPO 除了我們不花基金要賺點錢之外 其他部會都不是賺錢的 都是要解決社會問題的 那社會企業呢 它成立就像政府一樣 是要解決社會問題 它只是用商業的方式 來讓它能夠更永續 所以我們在最近就看到很多新的社會企業 它不是單一的就是賣一個產品 或者做一個服務 而是像我們這邊有個叫做點點善的社會企業 點點善就是一點一點做善事 無以善小而不為的意思 他們最一開始出道的時候 是跟喜漢兒一起合作 他們請有好不像說唐氏正啊等一些朋友去畫畫 那其實呢我們在平常的情況下會覺得說 我們是強勢嘛 我們認知功能比較好 但是呢在畫畫在圖形思考方面呢 其實往往喜漢兒的畫作呢 它是無可取代的 你很難去畫得這麼有這個天真有童趣 然後這麼有吸引力 所以說點點善當時就是把喜漢兒一些畫作 去進行像世大運啊 其他地方的一些商品 那他們在做的過程裡就發現說 有更多的弱勢者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弱勢者 但是如果用社會企業的方法去進行輔導的話 好比像說有個叫黑暗對話 是讓盲人在全黑的空間裡面去帶大家做工作方 那你在全黑的空間裡大家都會覺得不太安全 但是盲人就會非常堅定非常有自信 就可以帶大家去進行討論 那你做過工作方之後 你對盲人的看法就改變了 所以像點點善他們最近就是在 對接賣者 就是可能在路上會說 買衛生紙啊 或買口香糖啊的這些朋友 去翻轉它 怎麼翻轉它呢 就是他們去設計出一個新的 有人體工學的一個 好像電動車 在上面呢有LCD的螢幕 然後呢有人體工學的這樣一個擺設 那這樣的情況下呢 他們就不是只能賣口香糖或衛生紙 而是可以賣一些公平貿易的咖啡啊 一些商品啊 而且呢又因為它是電動車 所以又可以你沒電的時候幫你充電 沒有網路的時候幫你做一個熱點 下雨了呢 除了他自己可以避雨 還可以給你一個愛心雨傘 也就是說慢慢的我們就發現說 這些朋友們他的互動就增多了 而不是好像大家一直都沒有辦法了解 這些接賣者的情況 那像這種概念 他們在做群眾募資的時候 本來只要募80萬 但是很快就募到了100萬 就是因為大家都看得到說 這不只是做好事做善心 而是很多公司發現說 這樣子不但對他們工業形象有幫助 也是給他們這些公平貿易的商品啊 這些這個導覽啊 這些活動啊 一個新的出口 總比顧一個人一直在那邊舉牌子 要經濟很多 也就是說它是有商務拓展的能力 而不是只是做好事而已 是 那我們聽你每個禮拜三 都會到台北市社會創新時間中 你就是在空軍總統那邊嗎 嗯 持續多久了 那你看到了有哪些開線的事情 有哪些職位單位的事情嗎 對 我們是去年10月開幕的 那開幕的時候 當時就是賴清德院長就勉勵我們說 我們不能就是只從台北看天下 這個算是我們的旗艦點 但是我們看到高雄 現在也在規劃 已經開了的是台中跟桃園 那當然除了六都之外 賴院長特別告訴我們說 非都限時要從這個今年開始 去試著把這種中心的概念把它普及 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大部分的社會企業 跟社會創新的朋友們 都很願意彼此合作 如果你是一個一般的產業 你在裡面做完全一樣的事情 那這樣當然只是競爭者 這沒有這麼好說 但是因為社會企業都是要解決社會問題 達到社會使命 所以兩個社會企業在做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切入的角度可能不一樣 但他們一定有可以合作的地方 因為他們目的就是要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的綜合效果通常比一般的競爭性的企業 要來的好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這個空總的空間 就是讓100家左右的社會企業 當時我們看到無常共同創作的工作坊 一起去設計 看這個地方怎麼回應大家的需求 我覺得很高興的就是說我每個禮拜三在這邊 幾乎現在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來找我談的人 他不只是我們說已經投入社會企業的朋友 也包含說好比像說像全家便利商店 最近上了社會企業的一些像 一些乳房或者副同源等等這些品牌 那所以他們可能想要做展示店啊 或者想要做更進一步的 就是互相的promotion等等這些工作 大家是不是想把這個社會理念去重達 而不只是說他的產品 或者他的服務好而已 那就有很多朋友來談具體的這種合作案 然後也有很多就是學生 或者是甚至他們的教授是來說 他們對社會企業這個工作覺得非常有興趣 所以他們很希望他們的學生能夠參與社會企業 不管是透過實習 透過田野 透過產學合作等等的這些方式 也就是說他的社會使命的部分 是特別適合去結合其他的企業 以及結合不管是上下游做CSR或做USR 就是大學的社會責任等等的這些朋友 所以這是我很高興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互相連結 他在空中社創中心我們是看到的非常非常多 那除此之外我們在社創中心每個禮拜二 之前是每雙周 現在是每周了 就會有各個部會 大概12個不同部會 跟社系有關的部會的朋友到空總 他們做什麼呢 就是到一個遠距的這個會議室裡面 他們跟東部跟南部 雲家 中部等等 去做視訊連線 所以我自己會輪流到花蓮 高雄 嘉宜 台中 之前還到台東 等等的這些地方 然後在那邊去跟社系的朋友做園做座談 那我在那邊 話不想花蓮好了可能20個人 在台北空總也是20個人 我們就用投影機把兩個空間互相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各個部會的朋友他不需要周車勞頓 也可以實際去看到每個地方不同的社會特色 以及當地的社會企業 那在地的社會企業也可以第一時間就知道說 台北這邊的政策真的怎麼制定 或者他們有具體任何詢問 我們都兩個禮拜之內給他們逐次的回答 那像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是要整個台灣一起參與社會政策的這個制定 而不是好像是說只有駐台北 或者離高鐵近的社會企業才能夠知道政策的發展 是 那在這個輪值的過程當中你有看到城鄉的差距嗎 或者是說在各個地方就一些社企 因為本身都有熱血的 他們有一股熱血 可是熱血要執行的時候需要有一些方法 或者是會遇到一些困難 你目前普遍比較看到大欠缺的是什麼 其實大家最大的一個反應就是資訊的落差 因為社會企業它其實是涵蓋各種組織形態 好比像說如果是公司形態的話 目前可能是經濟部 那如果是NPO形態的話 它可能是衛福部或者是勞動部 那如果它是合作社形態的話 那目前是內政部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我們政府的編制 它是按照組織形態來編制的 但是社會企業它的分類 是按照好比像說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在分類的 那我們並沒有一個健全生活品質部 我們也沒有一個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部 我們也沒有一個公益正義和平部等等 也就是說大家想要解決的問題 才是把這些社會企業串在一起的目的 但是我們的政府的編制卻是按照它的組織形態 在這兩個中間就產生了很大的落差 因為好比像說一個農社群 它要做一個青年返鄉的工作的時候 它這裡面就包含了文化部 農委會 在地的地方政府 它可能包含金發局 也還包含觀光等等的這些工作 那從它的角度來看就是千頭萬許 它不太可能一下子就去聯絡到 但是事實上它的資源可能要從水土保持去 這個我們不講的話它怎麼會知道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 這十個不同的部會的資源一起編列在一個資源盤點表裡面 這樣子的話每一個想要做社會企業的朋友們就知道說 它同時可以去做農村的社區企業的經營輔導 它可以去做青年回流農村的這樣子一個計劃 然後或者是說它可以去做社企型公司的進階推動計劃 或者去做衛福部的這個公益彩券的計劃 或者是說文化部的地方再造 穿落文化行動 事實上它很可能一次可以去參加六七個不同部會的專案 但是在以前就是只有它對口的單位的話 可能連地方的局處都不知道有這些資源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政府在編列這些資源的時候 我們當然可以找我們熟的廠商 花那些人一分錢就做一分事情編KPI 但是我們也可以想說 我們如果有這種綜合效果的社會企業的話 我們花一分錢下去 它可能可以放大到四分五分六分或甚至更多 在這個情況下政府就可以退去第二線 變成是說幫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解決他們的問題就好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民間的自發的力量就變得比較多 而不會像我們以前政府常常補助的計劃下去 兩年結束了就收起來了 因為他們並沒有要做出一個永續的經營的方案 所以我想社會企業跟地方創生的結合 是我們目前這個階段非常著意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可以這樣講嗎 就是說由唐鳳委員您這邊所領導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可以當作是社器有心人士的單一穿孔嗎 是的 事實上不只是社器相關的朋友 任何有意做創新的朋友 我們都非常高興可以去參與 那這裡就是做一個區分 就是說社會創新在我們的目前的用法裡面 我們是用一種創新的方式改變社會的組織 也是有社會使命 也是解決社會問題 但它不一定有商業模式 有很多的社會創新一開始是沒有想到有商業模式的 我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之前在臨時政府G0V的時候 有一個專案叫臨時空物觀測網 那大家就是拿便宜的PM2.5的偵測器 在自己家的陽台 辦公室 學校就這樣放 放了之後透過一個物聯網的技術 有一些中研院的朋友們 去把大家這樣子串起來 大家就可以一眼就看到說 目前實際的空氣品質 不用等環保數據布點 那大家一開始只是想要解決自己的切身的問題 根本沒有想到說這個可以變成社會企業 或者是有商業模式 但這是不是創新呢 這當然是創新 所以我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你只要有一個好點子 能夠去讓社會變得更好 我們都願意去用我們政府這邊的能力 去試著去加強 好比像說這邊我們就請工研院 去研發便宜的PM2.5國產的偵測器 讓他們的數據的品質可以更好 幫我們提供高速的運算中心的資源等等 因為社會創新的特色就是說 它像是蒲公英的種子吧 就是說你只要一想到這樣子一個模式 別人一聽覺得是好點子 它就可以落地深更到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 去形成當地的社會企業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互相的關係 就是社會創新來找我們 有一些也許可以深更變成社會企業 有的甚至是適合傳播 它到國外再變成社會企業 那它變成社會企業之後 它又長成科大叔 或者是一些生態系之後 它又會產生新的創新的種子 我們再把它接回來台灣 然後在這樣子生生不息的循環裡面 我們才可以一直找到說 有哪些創新的方式 新的技術來的時候 怎麼樣去讓社會 因為這個新的技術變得更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跟產業創新 它是並列的 新的技術來的時候 我們只要做產業創新之外 社會也要去搭配這個新的技術 去讓社會變得更好 是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 然後唐鳳妮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一般人對於社會企業 有很高的期待 所以可能對它的理想跟使命性很強 但是呢 因為它是一個營利事業單位 那這當中如何取得一個平衡點 可以請您探探你的觀察嗎 我想這兩個其實並不是平衡的關係 就像如果說平衡的話 其實還是本來的就是互相拔合 那樣子的一種世界觀 那社會企業它事實上正是要透過 這樣子的商業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它不是兩個中間有什麼淨和 它這兩個對大部分的社會企業來講 就是同一回事 舉例來講我昨天才去燙我頭髮 然後這個燙頭髮店 它叫做好剪財 才能的財 它在六張里就是一家社會企業 那所以呢 這是社企流目前輔導的社會企業裡面 唯一是剪頭髮的社會企業 那大家就會很好奇 就是理髮店 那為什麼可以說自己是社會企業 它的社會使命是什麼 那但是這件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說當你宣稱你社會企業的時候 客戶一踏進來 他就不是在問說 這個你的就是好比像說你毛利率多少啊 或者是說這個你開到幾點啊 或者是你可不可以打折啊 他就會問說你的社會使命是什麼 因為社會企業就是要別人來問這個問題 對那所以像昨天幫我洗頭髮那一位這個助理啊 這個他就很有意思 因為他是台南剛上來 他就說他投履歷的時候就只有投這一家 因為這一家特別有寫他的社會使命 他社會使命是不但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想到比勞技法好啦 這個一個月就八天啊 這個還可以很容易的從助理考核學習之後 就變成設計師啦 而且呢他是要促進當地社區的團結 所以他們會去跟當地的移工 去進行就是外勞去進行這個議檢 那又或者說他會關心當地的這個街友 那去跟當地的這些NPO去合作 去讓大家覺得本來比較排斥 因為他形象看起來比較差的一些朋友 去改造他們的形象讓他們更能夠融入這個社區 那除此之外他們也跟接下來 會跟一些既既教育的朋友們合作 讓這個在學習美法啊 這些的朋友們能夠來他們這邊見習 然後先一步的就知道說 是可以有一個比較平等的比較像合作社 這樣子的一種工作環境 而不需要被這個大的這個店家剝削啊等等 所以也是勞權意識的提升等等 所以也就是說他的社會使命是 正是要靠做生意才能做的 但如果不做生意的話這些都不能做 所以我想這兩個並不是彼此盡和的關係 而是共好的一個關係 那如果以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也是我上一次訪問那個喜悅那邊 他特別提到的一點 就是說一個人的熱情當然很容易 可是當一個單位或者是一個氣壓擴大組織的時候 如何還保有那個原來的實力 這件事情 對 事實上我們目前如果他採取的是NPO形態 或者是合作社形態的話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不管是NPO一開始的那個公益目的 或者合作社他一開始就寫在合作社名字裡 他要做什麼的這件事情 其實都已經有現有的方式 讓他們在增加資金的時候 可以不至於意託這個社會使命 所以當你在講社會使命的意託的時候 通常大家關心的是公司形態 公司形態因為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他能夠去接受新的股份 那因為一股一票嘛 所以說如果只要有個大股東來 然後說我現在就是要賺錢 我沒有要管社會使命的時候 本來的這些創辦人或前兩輪的 我們叫做影響力投資者到底要怎麼辦 對不對 那我們目前在公司法修法裡面 我們透過兩個概念去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本來的公司法的第一條 就寫說公司以盈利為目的 但是我們現在改了第一條說 公司他可以自願得 就是自願的意思 自願說我這個公司的存在 我就是為了要做某個公共利益的行為 那他跟賺錢一樣重要 或他比賺錢還要重要 我們現在就是說公司可以這樣子做 那我們也透過經濟部商業司發了一個函說 雖然新的公司法還沒有通過 但是舊的公司法已經要這樣解釋了 所以目前是這樣子來處理 第二個是說公司的章程 就像公司的憲法一樣的這樣一個文件 在以前只有你是他的股東 或監察人等等的時候 你才能去商業司去查驗 但是目前我們在新的公司法裡面說 這個公司章程如果公司自願同意的話 那他只要打一個勾 經濟部就要幫他公開 這個意思就是說如果他在章程裡面有一個 我們叫使命鎖定就是錢來了再多 他還是要多少錢去投入這個社會的公益 不管是你是第幾輪投資者 都要同意這件事情 那這個他要寫在章程裡 又或者說他如果是我們所謂地鎖型公司 意思就是說一開始創立的 他可能是一個NPO 是這個公司的發起人 這個東西在創立的時候他有寫清楚說 他就是擁有對這個公司絕對的控制權 我們叫黃金股 接下來的股東進來的時候 他也許有些鼓勵分配 但他不會有投票權 或他投票權有 但是本來創立者有否決權 那像這種寫法 他都會在章程裡面發寫清楚 那這個部分同樣的 我們也希望他公布出來 這樣子投資人才知道說 他掛羊頭賣的是羊肉嘛 對不對 這是另外一件事 那又或者有一個 常常見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他在章程裡面就已經 特別寫說 我這家公司 他就是要通過某些認證 像B型企業的認證 有努斯形態的認證 他要做公益報告書 或者他要做社會影響力的評估報告 然後每半年或每年公開等等 那這一部分同樣的 如果你寫在章程裡面 那新的投資者進來 就必須要按照這個遊戲規則玩 為什麼我們現在希望 所有這些人都公開他的章程 並且把這個章程 在我們經濟部的網站上面 自願揭露的原因 就是因為只有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拿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然後問說台灣有多少社會企業 目前正在解這個問題 那所以目前呢 我們就已經有非常多的朋友們 雖然公司法還沒有通過 他就已經自願的 到我們這個網站上面 去進行登錄 那登錄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一次看到說 他的社會使命是什麼 他的企業經營的目標是什麼 他通過哪些企業的 社會企業相關的認證 他的公益報告書放在哪裡 等等這些東西 我們等於有一個資料庫 目前都放在我們的 新創圓夢網的社會創新的專區 那我冒昧地請教一個想法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 政府既然也看到了社會企業 他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然後又可以共好的 這個想法之下 在公司法當中 有一些比較優惠 或鼓勵大家 朝這個方向去做 而且有一個認證的機制 可以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 不會說 我覺得這個企業蠻好的 可是他總不能說 一定要上網去看B型企業 這樣才會遲到 有這個可能呢 我想現在大家上網 應該不是問題了 台灣的網際網路的滲透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們目前的這個登記的這個平台 就已經是經濟部在維運的 它並不是一個民間的平台 所以我們要進入共同供應契約 或者我們要經由這個經濟部 有個採購獎勵 這些你都必須要先上來在這邊登記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有一個 一站式的查詢的一個地方 那登記就表示核准嗎 還是你們有一個審核的機制 有一個審核的機制 但這個審核機制 並不像您剛才說的是說 我們特別挑某一個認證 說你一定要通過那一個認證 它才能夠成為社會企業 事實上我們有相當多 我們自己覺得是很合理的認證機制 但是呢不是政府說的算 而是說這些社會企業的這個生態系 他們最近流行什麼認證 他們就會去請那個認證 我們寫在法理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流行的 過了三年可能就已經被推翻掉了 但是我們在這邊讓大家自己 每年來填報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每年都可以再去挑一個更好的 更進步的認證機制 我們只要確保說 這是用開放資料的方式 讓各方都可以做獨立的分析 你掛狗頭就賣狗肉啊 掛羊頭就賣羊肉啊 那在這點上面我們並不會特別去說 只有某種特定的認證機制 才是我們肯認的認證機制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剛才有提到的採購獎勵 像我們去年並沒有特別宣傳 我們就只是說在這個登錄上面的朋友 這個如果有民間的企業 或者是公營的公司 買到一百萬 那行政院就會有政務委員來頒獎 目前是我了 會來頒獎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沒有特別宣傳 去年就大概八千多萬的採購額 那今年應該是會破壹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我們並不是靠立法 而我們是靠把企業的這些CSR資源 或把民間的這些資源 都導入任名社會企業來進行購買 那如果這個力道 有我們抵制黑心廠商的十分之一強 這個社會企業生態性 應該就不是問題 是好 那可以再稍微的提一下 就是說那您自己對於我們未來 就是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的期待跟想法嗎 是 我想這邊有三件事情 都是我們覺得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是說在之前 就是合作社形態 NPO形態 以及公司形態的社會企業 坦白來講彼此是各有山頭 它是比較不會彼此聯繫上的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像今年 以前在台北每年社氣流都會辦社氣流的年會 在高雄每年喜憨兒都會辦高雄那邊喜憨兒的年會 那今年很特別的就是說 這兩家就合併在一起 一起在5月5號到6號在台中文化創意成業園區 等於從台北高雄走到了中間點嘛 然後呢一起來辦一個更大的 1000多人的 我們叫明日亞洲的亞太的社會企業高峰論壇 那這個跟之前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會希望把這些不同的山頭 都能夠聚集在一起 大家是繞著要解決什麼社會問題討論 而不是繞著特定的組織型態來討論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有三十幾位國外的講者 我們把亞洲主要的做社會企業的中介組織 都邀到這邊來 可能會簽一個什麼台中宣言什麼之類的 我們會希望把台灣的社會企業 變成是跟跨國的這些不同的 做類似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們 之前可能因為我們這邊的中文資料很多 但是英文資料比較缺乏的關係 比較難做國際的連結 但這一次我們就會用很好的口譯 很好的翻譯 一次把台灣這邊做的相當有規模的社會企業 介紹給整個亞洲的朋友知道 那所以這個是國際連結的部分 那第三個我覺得也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自己政府在解決這些 我們現在叫做聯合部永續發展目標的時候 不要自己埋著頭做 而是說實際去各個不同的地方 去看當地的社會企業 當地的NPO怎麼樣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我們自己就好像現在強照2.0的模式一樣 可能是分成ABC級的方式 去放手讓每個地方 按照當地的實際的社會情況 去找出它的社會企業的模式 因為在以前我們從中央制定政策的時候 我們往往很容易從六度的情況 或根本就是從台北的情況 去設計要怎麼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台灣的每個角落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多元性的部分 能夠更進一步的反映在 我們社會企業的生態系裡面 讓每一個台灣的各個角落在解決 某一個社會問題的朋友 都第一個知道說台灣其他的朋友 以及全亞洲甚至全世界 在做類似題目的朋友都是他的夥伴 以及第二個政府自己不會來擋路 不會去告訴他說 你只能裝到某個罐頭裡 只能用某種方式做 相反的他如果有創新的做法 甚至跟我們目前的法規命令 有抵觸的做法 應該是我們要改 不是社會企業要改 應該是我們要為了這些社會企業的 創新的需求 透過好比像說這個新創法規沙河 等等的這些機制 去調適我們的法規來呼應他們的需求 那這樣就比較沒有所謂 土地廠商的問題 因為他們要做的事就是我們的市政方針 我們只讓它做的更有效的原因 好 那因為我們剛剛談大部分都是在國內 雖然說要解決這個各地的社會問題 在國外也不一樣 不過我相信一定看過很多世界其他地方 做了很成功的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嗎 是 我想台灣跟其他各國的一些差別 像我們去紐西蘭的時候有一個討論 就是說台灣跟紐西蘭是所謂的第二波社會企業國家 我們如果是在英國或在其他的歐洲已經有我們叫做合作社運動 或者團結經濟的這些長達百年以上傳統的國家 那社會企業對它來講只是一個改頭換面 它就是把團結經濟改名叫社會企業 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 但是它本來就有一個很強的合作經濟團結經濟的傳統 但是在台灣並沒有 我們在台灣看到的合作社當然小學大家都加入過嘛 有沒有開過股東會議就不知道了 但是大家的想像可能比較缺乏 比較是福利社的那個感覺 那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合作運動的這個核心 在台灣或者在紐西蘭它是比較少 我們在投入社會企業的來講 目前通常就是像喜漢爾是大型的NPO 它變成有一個永續的經營模式 或者是有一個大的公司 它從企業社會責任慢慢變成認同了這個社會使命 變成社會企業 或者有一些新創初創的企業 它一開始想開個理髮店 它就是要解決社會問題 那大概這三個方向 但是政府我覺得可以做的事情是說 我們跟紐西蘭都一樣 就是我們把這個團結經濟 合作經濟的這個概念 透過社會企業的這樣子一個名號 讓大家更了解 也就是說讓大家更了解到說 勞動的權益 當如果這個勞動者 他本身是充分參與公司的決策 他甚至就是公司的合夥人的時候 勞資中間的關係就不會那麼糾結 而是說他是不共好的情況下去經營 那這個工作我覺得不管是台灣 或者是這種第二波社會企業國家 是我們要補課的 但是我們特別好的部分是 我們非常有創新的能量 大部分這個老牌的民主國家 覺得不能解決的問題 台灣因為這個傷亡人口實在太多了 我們都可以用創新的方式 加以解決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幫大家的 所以我們有要學習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有幫大家的地方 那延續你剛剛就提到的 有一些企業他可能就是說要稍微的 本來的公司形態 他可能越來越朝向社會企業這塊來做 那您的看法呢 他可以琢磨的地方呢 對我想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很多的公司 他經營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想說 我要對社會負一些責任 做一些有些社會使命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CSR是說我有賺錢的時候我來做 那社會企業是說 我就算不賺錢 我還是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這個公司 它的存在就是為了做這件事情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 我想要引用尤努斯博斯的話 就是說一個資本主義的一個創業家 你第一次創業的時候 不一定要去做社會企業 因為那個呢 就是讓你去把管理學 讓你把投資財務人資這些東西 這個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 讓你學得很好 但是呢當你事業有成的時候 你第二次創業的時候 不妨就創一個社會企業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把對社會的連結 我們這種軟實力 這種對社區的 或者就讓你覺得說 那商人不是沒有跟的 而是說你創造社會影響力 就是在這個社區發生 那這樣的話 你就會跟這邊的人有更多的認同 我想連尤努斯博士 都是這樣子說的話 我覺得我們並不是要所有的企業 明天就變成社會企業 而是說當你行有餘力的時候 可能不只是說捐錢糟糕暴露 這當然也都很好 但是可以想一想說 我們如果是透過你的這個 專業的經理人的能力 你去用創業的方式 用真正的公司形態的方式 去經營社會企業的話 那這樣捐來的一塊錢 可能就會產生出四五塊錢的效益 我想這是我想鼓勵很多專業經理人們 在第二次創業的時候 可以想的事情 那這會不會也是台灣企業家可以選擇的一條道路 對 當然是這樣 因為在台灣其實就像去年 聯合報應景工程跟新展銀行 有做一個民意調查 就是覺得說這家公司有社會使命 我因此願意溢價購買 或者是說我甚至願意投資 這個認同度幾乎是八成 你隨便找五個人 有四個人跟你說 社會企業是一個好注意 現在問題是說你找五個人 裡面不到一個人 只有19% 可以告訴你說 我最近去了哪一家社會企業 它的營運模式是什麼 社會使命是什麼 也就是說具體的認知 是我們現在最缺乏的部分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才會特別覺得說 如果現在公司型態的朋友們 或者是一些經營的 有一些歷史合作師的朋友們 為什麼要用社會企業這四個資源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會把相當多的行銷資源 就是不管公部門的 或者是私部門辦這種大會的 這種行銷資源放在這四個字上 所以大家可以做聯合行銷 其實整個目的就是這樣 但是當大家聯合行銷完了 你打開一個好像社會企業 最近中秋節有什麼百寶盒啊 什麼福氣包啊 一打開之後看到12個產品 其實這是12個不同的社會使命 到最後你的顧客還是會挑某一個他最關心的 不管他是弱勢的這個求學 或者是原住民族 或者是土地富裕等等 透過這樣的一種特定的社會使命 來跟你產生進一步的永續的這個連結 所以社會企業它只是一個入門 但是當你進去之後還是回到說 你跟環境 你跟你的顧客 你跟你的社會使命中間要怎麼樣互相相處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回到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互相 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而不是說因為你是社會企業 所以特別可以抵稅啊 什麼這樣的東西 我們不是用一種鼓勵產業的政策 在跟這些創業者們交流 有 你的確啦 如果說他願意投入到社會企業的話 表示他一定是有那顆的愛 有那顆的心 有一顆共好的未來才會變得好 那展望在2018的話 這邊對於社企業或者是2018 你們比較近期的一些計劃跟想法 是 我想我們接下來就是 首先就是幫忙把這個年會辦好 這個可能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年會辦好之後 我想我們會得到很多國際上面 叫做影響力投資者的這個奧元 在台灣影響力投資之前 一直沒有一個非常大的規模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剛才講的那個 使命鎖定的問題 大部分的影響力投資人投了一個社會企業之後 目前並沒有方法告訴他們說 他們不會透過第二輪第三輪真思 就把這個社會使命重刷掉了 那我們在新的公司法裡面 在這個會期 如果能夠順利通過的話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有一個方式 告訴影響力投資者說 這些公司在章程裡面就鎖定了使命 你投他們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要開始招這個整個亞洲 甚至全世界的影響力投資者 把資金投入台灣來做影響力投資 有了影響力投資的生態期之後 再接下來我們也許就會開始 看工部門的採購的方式 我們在這一年裡面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透過共同供應契約 這個意思就是 兩個以上的部會 都要採購同一個社會企業的產品 或服務的時候 到第三個部門要來買的時候 他就不用再去寫一個理由書了 他就去共同供應契約 工程會的網站勾一勾就可以買了 也就是說讓公務人員在採買社企業的時候 他不用花大量的時間去說服主機 或者說服他的政風單位 而是說這可以變成公部門的一部分 那我們一開始的共同供應企業 大概會採購兩種不同的服務 一種服務就是剛才有提到的 去體會弱勢者的這些生活 好比像說黑暗對話 剛剛讓網人帶領大家去進行工作 或者是說像讓生障者帶領大家去做通用設計 就是無障礙的環境的設計等等 透過這樣子的體驗的方式 讓大家看到說所謂的弱勢者 只是在我們設計的城市空間裡是弱勢者 如果你在他優勢的空間 他就是優勢者就不是弱勢者 那像這種體驗服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對於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他本身的宣講 或者是辦一些活動 工作方等等這些 共事營這些的社企的推廣服務 我們會先把這兩項納入共同公民契約 讓公務門的上上下下 各個不同的朋友 都可以用很便宜很簡單的方式 去對社企有進一步的連結 那如果這個做得很成功的話 然後接下來公司法律修了的話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希望 能夠在中小級新創企業條例裡面 去特別說當公務門採購的時候 他可以更注重所謂的社會價值 那這個部分我們目前還在研議 大概今年 可能年中年底吧 才會有進一步的這個草案 那如果一般人對社企有想法 或者是想要進一步了解的話 有沒有什麼管道 當然歡迎參加5月5號6號 在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 明日亞洲的這個活動 那即使不能來這個活動 也可以到附近觀光攤位 即使不能觀光攤位 也歡迎這個隨時來台北空總的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們在建國華市隔壁 每天都開到半夜11點 然後那如果都不行的話也可以上網啊 我們明日亞洲的兩個主辦單位 社企流以及協和社會福利基金會 都有相當多在網路上面 對社會企業的相關資源 OK好謝謝梁晃偉今天介紹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 謝謝 OK謝謝 你好棒喔 我們這麼來的一個這麼大不得心 對啊 謝謝謝謝 你要和哨一下嗎 好啊 來來來來來 輝你幫我看一下 好 等一下 就一軌而已嗎 對 OK用 OK 謝謝 好的好謝謝 好高興喔 我們這麼來 這不比問題 來來謝謝 也好 謝謝 對啊 我們能做什麼做好企業 你剛剛講得好 做好企業怎麼樣轉換 因為我算是第二代好不好 我們這些人其實是相當有條件 把這個東西帶進來 是啊 其實我覺得政府可以轉換一下我們這樣 我們這個所謂的二代是越大的力量 是的 我們很多人都想對社會發生影響 改變我們的父親很困難 不如直接參與社會運動加入 我覺得這樣會對台灣的一個更正面的長力量 我希望政府有更多的工作 而善於我們做 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的榮幸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要怎麼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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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退休法是會今年 今年應該都過 希望我們已經送你法院了 希望這個會提 對啊 這是需要解決的 對 不然他們單跑那些單位 那些東西就 真的 很多人是真的很有心 我也認同加龍獎的 就是很多的二代 或者是退休大概六十歲 我們是收藥的 我覺得局勢很大力量 我覺得可以從伯伯的力量 再召開這樣的論壇 沒錯 把我們店員走了 是 我們很想要參與社會變成 好啊 那我跟中期主委講 現在都是中期主委在做 好 那看怎麼樣 我們可以來參與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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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